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 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 您能想象用两条长长的铁钉 就可以做出各种公仔吗 板金师傅蔡荣泰退休之后 就以铁钉公仔这项技艺 拿到街头艺人执照 他做的铁钉公仔 像是三太子出巡 花轿饮曲和宋江镇镇头 都是融合地方文化特色 而且经过仔细考究 精细程度不输艺术品 不论是三太子出巡 还是花轿饮曲 或是宋江镇镇头 每个人形公仔的动作和造型 都不太一样 这是蔡荣泰用两条铁钉做成的 在升起街头艺人执照时 还令评审经验 别人在做的公仔 大部分都是用那个 好像那个水泥 塑胶那个做的 没有做铁的 后来我想说我们来拿铁钉 来做做看 做起来 做这个铁钉公仔就是做抽象的 你做有那个形状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做一直做 越做越多 不只是用两条铁钉做出人形的躯盖 蔡荣泰还很有研究精神 创作之前到处翻书查资料 仔细考究每个角色应该搭配的动作和道具 细腻程度不输艺术家 戴这个 娶太太就是小灯科 那么你考到状元就是大灯科 大丁科 所以才可以戴这个帽子 你看 这个 外面这个梅婆 梅婆 梅婆要做的前凸后窍 你看 要挂的金镶链 用尽吃奶的力量 一二三 两条铁钉在蔡荣泰自制的工作台上 熬过来熬过去 活泼生动的人形就慢慢成型了 原来蔡荣泰是一位板金师傅 退休之后突发奇想 把这些五金零件重新组装 做出一系列的铁钉公仔 获得老顽童的封号 人家要看你只有拉福寝了 太过单调 后来我给他做这个 有这个民宿的价值 艺术 民间艺术的价值出来 这个才有看头 人家才要看这个 可是他包含里面 他的艺术不是只有艺术 还有民间传下来 他的风俗习惯 俗称黑手的板金师傅 也有艺术家追求完美的个性 把公仔做得为妙为孝 还融入地方文化 蔡荣泰将属于工业产品的铁钉 搭上文创风潮 摇身一变成为有趣又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活到老 学到老 这句话用在中招药的身上格外贴切 年轻的时候从事水电工程 尽管对画画有兴趣 但是始终无法投入 直到退休之后 参加长青学院的课程 才开始大放异彩 如今不仅是国画 水彩画 创作无数 也成为长青中心的传承大使 更举办个人画展 让人敬佩不宜 长青中心传承大使中招药 举办2016和女娱乐 水彩水墨各展 吸引许多爱画人士到场参观 特别的是开幕式上 中老师提供画作作为摸彩品 为展览兴起高潮 不论是水墨画或是水彩画 都是中招药老师多年来的创作 说起当初习画的过程 其实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原来中老师年轻时 是从事水电工程 因为工作忙碌 无法专心学画 直到退休之后报名长青中心的课程 才将儿时的绘画的兴趣找回来 推休后我也没有直接就想到说 我要来学画做学的画得那么好 就是机会 当我到长青学院这边来的时候 我就在抓住我以前小时候的机会 好 我就这样子一步一脚印这样学 一步一脚印这样学来的 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寻找绘画 创作题材 透过东方水墨跟西方水彩融合跟互动 让作品更加生动 长青中心对于中老师的学习精神 也格外肯定 因为我们中老师是我们传承大使 那我们传承大使目前有193位 那像中老师那么有才华的人 实在非常的多 大部分都是在差不多50岁 甚至有七八十岁以后 才发展他们的才艺 他的作品真的是 他独自的风格 因为我们就是很强调风格 他的东西真的很细腻 真的是每一张都像照片一样 我们班的学员 我真的有时候不好意思 要很自豪地说 他们真的画得很好 爱画画也很会画画 80岁的中老师 即便视力已经大步无前 仍然每天画画不间断 对他来说画画不但可以修身养性 也是生活的一种调剂 名为2016合理娱乐水彩水墨各展绘画展 即日起在长津中心黄金一郎展出 对画画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高雄市在十多年前 与澳洲的布里斯本地结姐妹室 在河堤公园设置了布里斯本公园 并且种植上百棵布里斯本的试花 蓝花营 这阵子蓝花营陆续开花 淡紫色的花朵相当美丽 市民可以把握花旗前往欣赏 人口密度相当高的 河堤公园社区一般人没有留意 原来这里有一座布里斯本公园 当年高雄市与澳洲布里斯本地结 为姐妹室为了展现双方情谊 市府选在河堤社区设立布里斯本公园 并且种植上百株布里斯本的试花 蓝花营 而这阵子刚好遇上了花旗 淡紫色的花朵陆续绽放相当美丽 高雄市跟布里斯本 澳洲的布里斯本成为姐妹室 两位市长的突发奇想 就是说在我们高雄也种 一些布里斯本的试花 也去澳洲布里斯本弄了一个高雄公园 就代表两室的情谊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就种了几颗 这个蓝花营代表两室的情谊这样 一株一株的蓝花营沿着河堤公园周边种植 翠绿色的树叶搭配淡紫色的花朵格外抢眼 不仅蝴蝶蜜蜂来凑热闹 也吸引许多爱花民众用相机拍下这美丽的一刻 前年才发现有这个 那时候已经是花的尾生 所以今天是特地来 这个蓝花营现在正式开发期 大家赶快来欣赏 不然花很快就掉了就掉落了 对对对对 美丽就是在对对对真的 花比较稀疏一点 跟黄花枫林木一样都比较稀疏 是因为今年比较有雨水 那去年雨水比较少 它那个这个蓝花营的花朵就特别多 就还蛮好看的 整片都淡紫色的还蛮好看的 里长说四五月份是蓝花营开花的季节 今年因为雨水多 花朵不像去年如此茂盛 不过因为花极短 里长也呼吁民众赶紧来赏花 片绿地有这样特色的淡紫色的蓝花营在这边 那每年的四到五月 是它开花的旺季 欢迎大家来这边赏花 来这边散步 这周遭也有儿童游戏场 也有健身器材 是一个很好的休憩的地点 欢迎大家有空常来 不像黄花枫林木爆炸式的开花 蓝花营显得有些娇羞含蓄 民众不妨趁着周休假期 到合体派散步 一边赏花一边享受夏天的悠闲时光 社区好新闻林家明王思武采访报道 左营果茂社区日前举办母亲节的活动 社区总干事龟雅蒂突发奇想 邀请妈妈们穿着具有中国风味的服装出席 不少妈妈把像是鸭香宝的衣服挖出来试穿 每件衣服都有一段故事和回忆 妈妈们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 也穿出自信 随着夜上海的复古旋律 一群果貌社区的妈妈在台上摆弄舞姿 她们身上穿的还是改良式的旗袍 或是奉献装 客家蓝衫 这些具有中国风的服装 而衣服里面充满着许多回忆 那我这套衣服是老早以前也是为了跳舞在美农买的复古的衣服 觉得今天我们穿起来非常的风雅 其实这件是应该是一个长辈送给我的 也就是他年轻时候的鸭香宝送给我 那没想到我一直放了很久了 没想到今天这个节日能够把它拿出来 然后展现给各位 嫁过来走人以后 看到这个有那个老先生 大家都不做衣服了嘛 那个老先生九十几岁了还做这个衣服 我就好奇这个买了一套 就放到现在都放了四十多年了 古董衣服 和身一穿下去都和身 像我两口的身材做的 事先将这些鸭香宝的衣服穿上亮相 是要参加社区联合举办的母亲节活动 打算出行的妈妈们兴奋地翻出这些服装 穿在身上展现自信 希望妈妈们可以把很久很久不能穿的 很多压箱的衣服拿出来 再一方面也希望母亲节这一天 所有的妈妈充满自信 打扮得美美的出来 活动前也推出感恩述 让孩子写下感谢母恩的卡片 妈妈们读着孩子写下的字字句句 感动之情涌上心头 我要对您说的是妈咪 I love you 辛苦了 母亲节快乐 儿子荣泽上 你们很感动 有 很感动 有些孩子洋洋洒洒洒 写得很大一篇 他对母亲的感受 也有老公写的 也有老公的卡 不管怎么讲 就是一种心意 妈妈看到卡都很开心的 母亲节妈妈们接受子女的感谢 对于自己的妈妈 也只能从这些压箱宝的物品来回忆了 社区好新闻 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热火宜居 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 自然就有好心情 庆年港都生根在地 左邻右舍都来看 下哭好新闻 赞 社区好新闻 关怀港都大小事 祝福每一天都有好心情 新湖高雄热火宜居 社区好新闻 报道邻里大小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赞 庆年港都 生根在地 左邻右舍都来看 下哭好新闻 赞 继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主办的友善校园 中间霸凌儿童剧 第二场在湿湖国小举行 苹果剧团以生动活泼的剧情表演 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对于六只脚的小蜘蛛被排挤 小朋友都表示同情 也了解霸凌对小朋友 学习成长的影响 未来不会让霸凌事件 在校园内发生 六只脚的小蜘蛛 因为长得不太一样 被其他同学欺负 难过的不想上学 经过蜘蛛妈妈的开导 小蜘蛛看到了自己的优点 终于回到学校 你就不应该一直在意 别人说你的缺点 你先去看你自己的优点 小蜘蛛虽然只有六只脚 但其他能力都不差 最后他运用自己的专长 帮助了同学 欺负他的同学 才向小蜘蛛道歉 以后大家要和平相处 相亲相爱 谢谢你 小宝贝 撤过去 不要去欺负他 然后呢 对他好一点 我都跟他一起玩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恶意地作用同学 嘲笑别人 让他受伤呢 不能 不能 答对了吗 有讲真打理也重点提示 小朋友不可以嘲笑捉弄同学 遇到霸凌要向老师报告等等 营造友善校园 终结霸凌的学习环境 我相信孩子在这个观赏剧的一个内容里面 更能够体会到如何跟同学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 怎么去帮助同学 我相信他们从戏剧里面 可以深刻地体会到 这样的一个校园 巨的演出 我认为他的意义跟他的那个价值 特别特别的高 借由剧团的这个表演 让小朋友可以学习到 怎么样去跟同学间的互动 那遇到霸凌的时候 你要自己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这个学习的成长的路上 能够快乐地学习 安心地成长 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校园巡回 能够带给这个小朋友更多的启发 更多的这个帮助 校园霸凌事件会造成被霸凌的同学 胆怯自卑影响未来的学习 七年港督有线电视和苹果剧团合作 推出十一场次的校园儿童巨巡演 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在友善的校园环境下 快乐地学习成长 小蜘蛛大英雄好不好看 好看 社区好新闻林家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今年在高雄林亚区爆发了三起 和他病毒病例 由于没有扩散 病患也都康复了 也没有新增的病例 市府卫生局表示 这一波疫情渴望解除 另外五月第三周就进入了肠病毒的流行期 今年有可能爆发四年一次的大流行 请家长要多加留意 今年全台爆发三起的 和他病毒出血热本土病例 由于都发生在林亚区 成为国内罕见的群聚感染 不仅引起民众的恐慌 市场生意也大受影响 好消息是 市府卫生局在10号上午表示 由于近期没有在新增病例 疫情渴望解除 中央的一个共识是 我们到这个礼拜六5月13号 那我想如果这样就稳定的话 我们就会解除我们的境界 所有的之前的一些 包括感染的病患 目前也都已经康复 没有什么问题 持续的一个环境清洁 然后我们的生活管理 那对于老鼠的殊害的防治 这都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 继续持续的重点 我们持续个改善 虽然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但是卫生局还是要提醒民众 要持续做好环境整顿 以及消毒的工作 才能有效的控制和他病毒 另外时序已经进入 肠病毒的流行期 光是5月初 全国肠病毒就诊人数 就已经高达1万多人 高雄市的门诊急诊 就诊人次也有1300多例 跟肠病毒的疫情 截至目前为止 肠病毒病发中症 一共是通报5个 那其中已经有四个是排除 那目前另外有一个是待判 那目前的肠病毒门诊跟急诊 就诊人次已经来到了 单周的1394人 其实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水位 代表的是就是陈如刚刚局长所提到的 已经进入到肠病毒的一个流行季 卫生局表示 肠病毒预估会在5月第三周将会进入流行高峰 担心今年有可能会爆发四年一次的大流行 提醒家长要多加注意 提醒家长回家以后 一定要洗手洗脸换衣服之外 那第二波的一个 我们对于包括一些诱托设备 诱托的地方 或是说我们的一个学校的部分 一些洗手的设施 我们会去做一个查核 小朋友会比较容易把手放到嘴巴 等等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要必须提醒的地方 卫生局也提醒家长 可以随时携带孩子们常玩的玩具 避免触碰公共场所的游乐设施 降低传染几率 呼吁民众务必要勤洗手 如果发现有发烧 嗜碎 意识不清等病症 应该立即到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就医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105年全国柔道锦标赛 这个月17号开始 一连五天将在高雄盛大登场 去年全国运动会上 高雄市获得两金一银三桶的优异成绩 面对柔道高手再次聚集高雄 教育局长范迅绿除了平面选手再创佳击之外 他认为柔道可以防身健体 鼓励小朋友从小学习 105年全国柔道锦标赛即将在高雄登场 小小柔道高手率先登台表演 这些小朋友都是景光儿童柔道队的学员 别瞧他们年纪小 柔道基本功可是一级棒 由于柔道不仅是竞技比赛 对于防身健体都有很大的注意 教育局长范迅绿也相当推崇 高雄市去年在全运会比赛当中 柔道项目表现十分亮眼 南瓜两金一银三桶的优异成绩 而今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更取得一金四银 范迅绿期盼未来柔道运动 可以从小砸根 加强柔道的推广及应用 现在很多家长朋友 特别重视这一块 觉得能够让小朋友 从小就能够练下柔道 对于他们自己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可能会有直觉的 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跟反应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柔道运动 是从很小的年纪 幼儿开始小学开始 国中高中都有很好的衔接 记者会上女选手示范过肩衰 轻而易举撂倒体型优势的男选手 看得出来柔道注重技巧运用 范迅丽呼吁民众 全国赛期间可以进场观赏柔道竞技 一来为选手加油打气 也能提升市民学习柔道的风气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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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主播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天天 感谢观众朋友天天 去年港独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去年港独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丁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知不知道如何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后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情操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独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美女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月高雄 区里的大小事情 请您告诉我们 让我们带所有高雄人去看 说给所有高雄人来听 每周四晚间九点 敬请锁定地视频道 高雄都会台 公立和理睬 大家一起跳舞是幸福 大家一起共餐也是幸福 大家一起高歌 更是幸福 幸福甜美芬芳 也随处可循 每周三晚上九点半 锁定高雄都会台第四频道 幸福和猝咪